第一个,我跟大家报告的就是 大家一直讲说,我们到底去到哪里 部长一直跟大家解释说 可能我们讲的去到哪个地方 有的是指国家,有的是指海域 所以有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我今天用一个简单的表跟大家做报告 我们是3月5号从左翼军港起航 到了3月10号,我们实体搏留共和国 在共和国总共待了三天 中间有些官司的活动,拜会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到最后4月15号 有一个联合升旗典礼 也就是大家很关切的说 到底有没有人登上我们的军舰 有的,那天我们的作战舰 康定号是搏停在搏留的码头 那天两国后,一起共同举行联合神秘典礼 在媒体上,大家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所秀出来的照片 有帛琉的政要 有我们的外馆,有我们的一些侨胞 还有我们舰队的官兵 很明显的看他在那悬上 有两国的国旗 这特别在大家做个补充说明 3月15号离开了帛琉共和国以后 我们在4月9号反抵左营军港 然后在这个期间里面 要待了30天 到4月13号 到月14号呢 我们依序是在7点半 联检人员来登检,做联合检查 到8点半作业完成 下午2点半在那个码头 执行节训典礼的预演 到4月15号9点 时节训典礼 12点人员分批休假 在那边也特别要做个补充 在4月14号 我们确实有官兵离舰 那是属于舰队 舰制官兵的他们的外善家 确实是有人离舰 而这整个的休假呢 其实在司令部 所颁定给建制部 然后负责管制 这个计划都非常的明确 休假人员 外善的人员 就如同我们常讲的一个 叫案表操课 只要在联合检查最完毕以后 人员就可以一计划 来实施外善跟休假 而不需要向谁请示 也不需要向谁下令 就是案表操课那个概念 然后人员就可以一计划 执行外善跟休假 在这边也特别做一个补充说明 好 继续 第二个要告诉大家 第二个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在那天正议题 议题里面 一直讲说 这个案子是谁拍板定案 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公务部门的人 分官设置都有自己的职责 还有自己的等于说权管 那这边我特别举一个例子 在今年我们的敦目远航训练 预防国籍那边参训舰的领案 也就是这个实施计划里面 我们的河畔区分是我们的部长 我们的执行是我们的部长签字 同时这边写了一个比较 我要特别看一下 请总长择日赤岛外面 赤气表彰 于可 大家很清楚看得到 好 下面 在这边我也特别举了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这整个 从103年到今年都有 我举一个就是 在前总统 马总统的时代 104年 敦目远航训练预防国 及那边参训舰领案 一样的 在当时也是由当时的国防部长 严明严部长所核定的 在103年 到109年 这几年期间 历经了三人部长 前面是严明部长 接过来是高广齐部长 其实是我们 现在的严德发部长 这三个人都依序依他的权责 有签派核定 这个所谓的敦目训练的 一个实质计划 好 请继续 这个也就是当天争议的 因为那天支队长 陈将军 他有电话打到立法院 特别有说 有关这个通报 他说有五个发烧 还有通报一例 这个事情 我们在立法院获知的时候 我们非常谨慎 我们在这实行 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 我曾经交代我们的小组 一定有三件事要做到 第一件事要有依据 我们的依据就是当初 二月二十五部长 四岛建址部的时候 他们的行动准确提报 讲得很清楚 当人员有发烧的时候 就一肾脏 发烧啊 咳嗽啊 像这些事情 都要回报 这第一个 依据是这个 就表示这件事情 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 他们自己应该做 第二个 我们去看的时候 就是他的就诊记录 我们把整个就诊记录 我们把它翻开来 来发觉 确实是有人发烧 那回头我们就在勾击 他在航行期间 每天要两次 一个固定的表格 要传回舰子部 转传到海军司令部 跟我们国王部 当然表格都传给舰子部 他会画文字 经过我们查了这些 他航行期间 所有安全回到表格里面 他所有在人员健康情况 这个栏位里面 他有甜 有牙医的 他有甜 有其他状况的 但是发烧这个状况就没甜 当然我们现在勾击 我们初步的调查 是说回报不实 我当然也不 我也不见得认为 他是隐匿的 可能有个人的一些 所谓认知判断 这个先不提 因为我们当时 并没有跟他通过电话 后来在今天早上 我们跟他通过电话以后 这也是我确认的 第四个步骤一定要做的 我们查出来以后 一定要跟当事人 让他有一个所谓解释 回馈的机会 那今天当事人也讲 他可能记错了 我们所有资料里面 他确实是有回报 大家回报 是不是表格的填报 而是文字的叙述 而他的叙述里面是 扁桃线发言 这所有的资料 我们都已经沉淀在那边了 如果说有部分 如果说媒体 觉得还有质疑的话 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部分 可以给大家做个了解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 真正发烧的 从3月6号到4月1号 这六个发烧里面 确实在他的安全回报表里面 说发烧的都是零元 给大家了解一下 好 继续 好 这个跳过去 再讲过了 讲过了 这个部分 这个是 这个就是 大家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讲 联合作业检查 那只是我是告诉他 用这个东西来告诉大家是什么 这个联合作业检查 还有既定的计划 既定的编组 有任务分工 我可以很概略地讲 这三条船舰 上去大概6到7个人 他除了一个是督导官以外 他分别的专业有 医疗 后勤 保防 监察 法治 拿他们上去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来 请看下一张 这个大概是后面 下一张 我刚讲了 还有计划 有编组 他们要做哪些事情呢 我们大家最关切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 健康卫生 这就是每一条件上 他的医务人员 他上去要做的 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是体温量测 实施体温量测 同时要登录在体温量测表里面 第二个要做书面审查 审查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官兵个人填写的旅客入境健康声明 还有他必须要提供 他从14号往前推 最近的14天 官兵个人的体温 在舰上体温的量测的记录 那后面的环境检查 跟微体品检查查 检查人员的装备物品 那这个不是我们在今天 我们聚焦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带过 节省一点时间 好 请继续 好 没有了 其实刚刚那前面 回到前面那个 大概能拍的 是我记反了 还是你拍反了 再下面一个 这个最主要是讲说 其实这补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就是人员休假的问题 他们休假 我刚才讲就是 本来人员都已经是有计划 由司令部核定以后 建子部照办 然后每一个支队 他们都先行拟地人员的休假 跟外善 然后大家就是只要等到 连检作业结束 全部合乎作业程序 没有任何的异状的时候 大家就按照国地休假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这个是谁下令的 现在当然要讲清楚 但我觉得我们应该 我们调查小组 还是应该要聚焦在 为什么连检作业小组 做完这些检查以后 还是会有一些 比较有风险的资源 然后造成这次疫情的 发生跟扩散 这是也是我未来 我们调查小组 要聚焦 做的一个最重要的项目 好 后续我再交给我们的发言人 各位媒体朋友 刚刚副部长 就各位这几天 有一些疑忆的地方 先做一个解释 我们在这次的连检结束之后 离间的管制也就解除 舰队主官就可以安排 其他的一些动作 包含休假 作业等等 那么我们在 在我的右手边 有几项的 也就是各位一直 认为要 拿出来的一些 佐证的资料 我们都今天 把它提列出来 包含了 这次敦目远航支队 返国休假的 一个作业规定 包含了一个 安全联检核定的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 安全回报资料 我想这些公开 都可以让 各位来做一个检视 只有一个是 从103109年的 核定命令 它是属于机密的 所以还是摆出来 让大家知道 我们这些 可以让各位 可以佐证 可以知道 这些都是属于 可以公开的 让大家了解 事实的一个呈现 好 那么接下来 我想就针对今天 媒体有任何疑问的地方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跟说明 来 现在开始 来 三立 愿豪 副部长还有各位长官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刚刚所公布的那些 那个就诊记录 一个 就诊记录的一个资料 那刚刚您的副部长也有提到说 所谓的 跟那个陈道辉支队长有联络过 今天上午有联络过 有跟他确认过这些资料 相关的一些内容 跟有没有回报这件事 因为现在大家都认为说 陈道辉在整个回报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跟外界的认知上 有些出入 甚至跟海军调查上面 很有些出入 您刚刚说 他可能是记错了 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因为外界一直在质疑他说谎 今天这个状况到底是如何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倒不是他说谎 其实我在这边 其实我顺便要补充一下 我们在之前 其实我们不是挤牙膏 我们不是企图隐匿 我们是得到了资讯不足 又急于把我们 现在调查的现况提供跟长官 结果引起外界的误会 让长官受到很大的伤害 我个人也感到很自责 所以在 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媒体这个负面消息出来以后 我们就定定了 我刚刚讲的 我们所谓的一个 那个检查的步骤 第一个你要检查 第一个一定要依据 他的计划也好 他的规范也好 一定要先找出来 好 好